哎呀,这小区真是棒,花香鸟语,鹰鹅燕舞 我后面有两个大姐,朝我走过来了 我看不到她们是不是知道我在录视频 但是呢,我自己在这溜达溜达 哎呀,这个环境是不错呀 两个大姐刚才回头看了 个人觉得,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体会到这种分类啊 就是说,这个地方我就真是太适宜居住了 就这个环境,你说狮子哥尔摩是不是一个旅游城市 当然不是的,因为这个地方吧 它没有那么强的吸引人的东西 像Paris的话,你比如说去巴黎 你可以看到很多埃佛铁塔呀,巴黎圣母院的 就是让你记得住的那个建筑物太多了,包括陆浮宫 但是呢,你来到这个斯德哥尔摩你会发现 就是没有那么多景色 没有什么你知道的东西 跟你没有顾名 但是这个地方你只要在这个小镇里 小区里,待上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哇塞 这个地方,就是你想一直在这儿住的 挣了他这个工资,你知道吗 就是不想走了 哎呀,好啊 看看这个大楼 你看这个小区都是这么的干净 哇塞,都是这么的干净 绿化也非常的好 我从来没有住过一个城市有这么多树 上一次去的时候是柏林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 就是在柏林的这个冯伯劳星宝门的对面 就在这一侧,是一个大森林 能在柏林市区里开着这么大一片森林是非常难得的 但是其实在这个历史遗迹 因为在那个时间那是郊区 但是呢 瑞典的四哥们又是不一样的 他这里面的树极其的多 草坪极其的多 到处都是绿化 所以就感觉这个空气啊 哇塞,真是棒透了 充满了这个氧气 而且这个日绕时间很长 我建议大家就是六七八月份来 不热不冷 然后那个这个时间还很长 这个白天的亮天的时间还很长 因为它这个纬度高 如果大家学过地理的话 知道高纬度的地区啊 它有一个特色 就是这个什么急,急昼,急日 急昼,急夜 这种就是像北极,南极都有这种现象 高纬度地区呢 它这个要么是特别短 要么是特别长 所以夏天来就对了 日照时间长 一般是十点钟天天黑